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3年11月23日 今天是星期四 來到星期四的晚上香港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分析香港的時事 還有 食花生 為甚麼要說這件事 就是因為 我們看到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外交 是四個字 叫做反覆無常 他的反覆無常 導致 香港的這群爪牙 正在 叫做跳腳 即是說 紮紮跳 不知道他們自己到底 在想甚麼 我們跟大家都分析過了 其實香港現在的政治勢力 是多方薄逸的狀態來的 首先 黃藍暫時放低 因為大部分的黃絲 現在都掛著經濟的問題 還有生活的問題 先說香港市民 香港市民現在 絕大多數最關心的 是香港 經濟的問題 還有大量的樓價 下跌的問題 很正常地 大量的黃絲 已經是賣樓 移民離開 香港的樓價對他們的影響當然是小很多 所以 留在香港最關心經濟問題 還有 可能是樓價問題 當然在比例上 藍絲 佔了很多 當然還要計算商界 還有 地產佬 他們一定是想現在 要搞好經濟的 絕對沒有人想搞甚麼戰狼外交 北京 北京的取態 暫時不明 當然我們待會也會再說 但是現在有一群人非常之心急 就是如果 搞經濟 成為了主旋論 不再搞反美的話 有一群人就是 急急可危 我們這一節當然要說這一群人 當中最大 兩個其中的代表 一個叫做 特首李家超 一個叫做極度深潛 剛剛是蒲頭 的保安 保安局局長 鄧炳強 這節我們繼續詳細分析和討論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立市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我們現在的頻道是星期二日報 節目名仍然沒有更改 繼續是我們王牌時事經濟節目 星期二得道 請各位記得集中你的支持六部曲 還有免費模式 的支持 記得集中在星期二日報 記得打開我們星期二日報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碌大法 記得 聽完節目之後 再做這個無限碌大法 記得你的音量 可以自由調教的 各位 記得聰明一點 我們從來都沒有逼你不停地 聽著我們的節目 因為我有時 我做節目做得太多 我做節目的時候我都聽著自己的聲音 所以 再見到那些聽眾和支持者 再播放我節目的時候我自己覺得 有點飽 因為我聽自己的聲音 每天聽了很長時間 我聽自己的聲音不是覺得 厭煩 其實那些聲音也還可以啦 做了廣播那麼久 問題是 我一聽到自己的節目 我覺得自己正在工作中 所以就好像想休息的時間也沒有 如果不是 正常來講 聽時事節目 聽到的話 應該沒甚麼大問題 除了有一段時間 就是香港太灰暗 每樣東西都很悲觀的時候 就是再聽一些可能是負面的消息 很多人覺得很抑鬱之外 除此之外 應該 你長時間聽很多時事節目 應該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不過記得 無限碌大法 你可以調教音量 也可以調教音量 我們回來 真的研究了 這個叫做李家超 還有剛剛 是蒲頭 我們早前才 也不是只是我們 有大量的香港網民研究這個保安局局長 鄧炳強去了哪 正在懷疑鄧炳強 自從習近平訪美之後 搖身一變成為了核子潛艇 極度深潛 整個月也不同 好了 最後 可能是孤注一擇 忽然之間在社交媒體上載自己 穿著23號的球衣 那就是 假裝踢球 23號 當然呢 跟這個號碼沒有關係 肯定是在說23條立法 出來說自己背負23 要迎難而上 這邊商 保安局局長蒲頭 那邊商 行政長官李家超 出席一個一國兩制基本法研討會的時候 繼續 帶談 在明年 要完成基本法 23條本地立法 繼續出來 高高舉起 說要維護國家主權的完整 安全 還有發展 的責任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這兩個 叫做戰狼 香港的反美急先鋒 繼續 是孤注一擇 似乎是繼續要買這個 叫做反美的路線 那麼到底現在 香港的這個反美路線到底還是不是北京 的主旋律呢 我想起昨天 跟大家分享的那篇文章 叫做習遠平的告白信 大家記不記得 昨天那封信 我大致上跟大家分析了 但是 封信 就算 不是真 但是裏面的重點和內容 還有那種 思考的方式 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反映着 中國內地人 的想法 就是中國內地人一向是說 皇帝是好的 下面有奸臣 所以其實他有很多制肘 要有很大的權力 才可以 制衡這一群奸臣 現在的奸臣出現了 大家還記不記得 習遠平的那封告白信說 有很多人 是刻意 是要做高級黑 是要令到主席難堪 你看看香港現在的情況 習近平剛剛坐飛機 飛去舊金山三藩市 出席這個亞太經濟合作峰會 正在要找拜登 說這個經濟的問題 還有 中美的關係要緩和的這個時候 高級黑出現了 令到習近平 難堪 這件事真的符合 那一封告白信 的那一種意識形態 我本人當然不會相信習近平 但是會有很多人覺得 其實習近平 未必那麼壞 是現在有下面的一群垃圾 和乾弟 是要將 主席的面子 是要令到他 吊塞 是要令到他難堪 這個情況 又真的似乎按照這種方向進發 因為如果 你們大叫美國是黑社會 拜登是黑社會的頭目 美國比黑社會 這個時候 習近平非去找黑社會 跟他們 共進晚宴 共進 午餐 這是晚宴 那現在誰是難堪 難堪又露面的人當然是習近平 犯不著 在這些時候 高高舉起23條立法 為甚麼要在這個時候 高高舉起呢 是有問題的 我們看看夏寶龍 夏寶龍就是習近平的代理人 習近平 找了夏寶龍 在這個訪美的關鍵時刻的之前 是落了去深圳 是見香港的官員 當中是不包括 李家超 不包括鄧炳強的 你再看看夏寶龍 是見了這個太古集團 大派這個叫做經濟定心院 你就知道這次夏寶龍 下去香港 孫子 一定不是叫你加緊維護國家安全 肯定不是叫你反美的 夏寶龍下來 是要穩定香港的經濟狀態 所以應驗了習遠平那一篇 《告白信》裏面所說的 好像有很多勢力是要跟習近平作對 是要令到習近平難堪 一個叫李家超 李家超 的超字有把刀 另一個 叫做 鄧炳強 有攻的強制 這兩條茂理現在簡直就是謀反 我就算 退一萬步說 就算我當習近平 真是反覆無償 真是到最終可能又無法維持 到最後 可能忍不住了 美國太討厭了 我還是要變回反美 但是你猜 習近平現在這一刻 在走親美路線的中途 你看到這些 高級黑 出來借一些 是要大搞反美的路線 你覺得 習近平知道了 這群人這樣做 到底你覺得他作為皇帝 我先當他皇帝 到底你覺得他很高興呀 覺得這群人很好聽話 還是覺得這群爪牙 是趁我 是外出的時候在作亂呢 我相信 根據 習遠平那封告白信的文章 這個很大程度上是反映在中國大陸 拿著權力的人的心態 我也很肯定他覺得 現在是內亂的情況 好了 所以其實 現在在香港還要高高舉起 戰狼反美路線的人 其實 絕對在社會上是少數中的少數 就是一群 靠著出來 是叫做反美示威上位的人 才會覺得反美的路線那麼重要 這件事 跟香港的普遍 社會 包括大量的藍絲 還有商家 的目標是完全相反的 即是說他們現在的助力是越來越低 甚至乎是敵對的邊緣 所以 非常的juicy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穩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 便利康 中文字幕——YK